治疗社交恐惧症的药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陈云春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社交恐惧症主要还是两个方面的治疗 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可以通过药物的干预 比方说有一些患者在平时都是非常正常的 只有在公众的场所 或者说就去让他需要他发言 去有一个演讲 这样的场所才会出现这样的症状 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 我们就可以在他在这些特殊的事件出现之前 给他一些帮助他能够比方说减轻心率 帮他能够放松的一些药物 包括贝塔勒克或者劳拉这样的药物 使他减轻焦虑和紧张 那么同时在他平时 有一些病人在平时也会有这样的社交恐怖 可以使用一些抗焦虑的一些药物 达到缓解症状的目的 那么当然对很多人来说 还需要进行一些心理治疗 尤其是行为的治疗 那么这个主要是包括一些暴露的治疗 就通过一些从小计量开始 小刺激开始进行一些社交或者演讲 或者是一些表达等等方面的一些训练 然后逐渐让他对社交这种场所进行脱敏 最终达到摆脱恐惧这样的一个目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